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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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之路一定会受外界的干扰 还是步步对 是不会受其他界的影响 这个问题应该每个人都可以回答 修行之路一定会受到外界干扰 不会的举手 会的举手 不会的举手 什么样 不会的举手 什么样 都不举手举手 我有在看啊 有些人都不举手啊 没有听很详细啊 没有听很详细啊 没有听很详细 不多好 关于这一点 今天母亲节我们就把它当做萌若呢 这个 这个 Theme 修行呢 是人啊 都有 Pon Ç 是一開始的狀態 修行它是有可能 因為你修到如火存心 是不是 修著層次漸漸提升提升 這個本能 也許是漸漸會打開的 所以你會發現 剛開始修比較難 但是你修著修著修著 越來越有智慧的時候 你不是說深入境障智慧如何 深入境障 是弄通境障的道理 舉一反三 瞬間你懂道理比境障還多 智慧如海 所以不是說你今天埋在境障裡面 送念你就智慧如海 不是如此 所以越是一股作氣 你就越快走到一個 比較 不是那麼用力的情況下 就可以比較多的收穫 所以當然人家告訴你有這麼好事的時候 你會不會一開始 抓住這個重點 趕緊的 一股作氣的往上提升 來給自己更大的一個 理由 往上飆升 今生就能夠把很多事情搞定 要不要 要 好 所以 修來修去 修來修去 修 其實不外乎就是自己的心 心裡面不外乎就是觀念 觀念不外乎什麼東西 真理 對不對 謝謝 所以 現在 特別本事就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